继续看片子 酒很多人都喝过 现在小编我想问大伙一个问题 那就是喝多了之后 你做过的最刺激的事是啥 小的妈那时候喝醉了嘛 然后我爸打我电话 然后我就没有意识到他是我爸 开口就骂 抱着诉说我爱你 其实这些都不算啥 荷兰一哥们喝醉之后 想到了个好点子 骑摩托车挡鞦 去见他带着头盔骑在一辆摩托车上 然后用绑在升价架两端的绳子 将摩托车固定住 接下来挡鞦签 Let's go 给我一片蓝铁一轮出生的太阳 给我一片绿桃面向远方 给我一只鞦鞦 给我一只鞦鞦一个威武的汉子 给我一个桃马桿 钻在他手上 喝醉了还能搞出这么有技术含量的鞦韆 并且骑摩托车的时候还不忘带头盔 大哥你真喝醉了吗 不是装的吧 还有 这是不是也算酒家呢 回来查查去